我們想檢查一下 什麼時候會有消售 和什麼時候會有消售 明白 消售時間表 我們暫時未有消售時間表 但我覺得我們在今個月下旬 或者是十月份上旬 十月下半月 或者十二月的上半月賣樓的機會很大 我們最重要是現階段是趕緊消售點的裝修工程 我們盡快就做好 啟動消售的流程 會否可以透露示範單位和買開價的價錢 會怎樣去定價 取來開價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市場的變化都很大 太早講月都沒有什麼意思 不過我覺得FOC在對場兩次的意識 結果都是交予性 其實它有很多數據看著 其中兩樣主要就是FOC的 例如美國的經濟是否去到一個再高通脹的時候 看到不是 其實通脹是趨於穩定或者下行的機會大些 還有就是美國九月份 全年度數一年 和對上一年申請破產的數字是升了三十幾百分比 三十七百分比 其實這意味著 息口在這麼高的水平停留了這麼長的時間 開始對經濟發生一些影響 我看息口這麼高 意味著它投資各方面的動力慢慢減弱 所以我覺得FOC的息口其實是有一點點點的 它的說法也是這樣說 現在減不到息 因為它要多視乎更多數據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心目中想一句 都差不多減息 但我要看準一些數據 那些數據其實它看得很密切 當然 我看這樣的說法其實是有一點點減息 或者是一個息口到頂的一個訊號 所以我覺得地產接下來的確定性是很大 包括它的樓價那方面 如果它一認定是減息 我看香港地產的價格應該是要急速上升 所以現在其實給市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一個低的樓價去選樓 去買樓 尤其是首置業的人 未有樓 計算到數 其實我覺得是絕佳的時候買樓 你也提到說 如果正式減息的時候 那麼樓價金屬上升呢 這些月價最多可以升到多少 那我很多人 很多因素影響的 除了它加息的速度 或是減息的速度 或者是不是它在這個息率維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才向下行呢 那我想應該是 就息口月低的樓價或者是開始低 可能會上升一些的關係 我可以說的 升多多 我們在Defend on 很多環境 好嗎 OK 如果我們首月底或者是十月上旬 賣樓我看也要去到最快最快的 是十月下旬 我認為下旬先吧 所以下旬就要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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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了一個星期左右 對 例如十一月的夜靈後才賣樓 那是月中到最後才會 你覺得這個行為 你們減辣後第一期 怎麼看這個後市呢 很多人評論了 我看減辣的評論 我不再重複 它已經足夠了 但是問題就是 要買樓的人 始終在減辣不減辣都要出來的話 現在是一個比較的事 減辣的事 如果他要買樓的 他要計算了 那麼他當然選擇 減了才買 除非他計算不了數 他不能付出這個賣樓 我覺得這個時間 是比起減辣之前 而那個狀態 那個賣樓 是會做的 我們感受到的 其實我們開副示範 待會支持 我兩人也會說會輸的 通常都是這樣 那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就說了 我們大約會 最快要去下場 簡單來說 即是下場之前 我們那個銷售流程 應該是下半月發生 我又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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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一下尺寸嗎 即是最小的 我們已經說了個戶型 由一房至三房 那是二百零公司 是的 我看我們準確的尺寸 我們會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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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你忘記了嗎 到時我們再 不是我忘記了 不是我忘記了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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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不如這樣說 即是11月 最快便是11月中巡明明 11月下巡明明 下巡明明 下巡明明 即是下巡明明 包括明明 派售樓書 開放示範 單位 登記 賣樓等等 你兩個一兩房主打 即是 我覺得超過一半 超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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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那會不會可以受到 即是說起開價這方面 其實你們會不會說 可能會被過王進取了 還是到傳略依然是低價開售 我們沒有刻意說 高點價開售 或者低點開售 其實所有發展商應該都差不多 我們就 根據市場的測試 我們會做一連轉的測試 然後去看看那個價格 就可以承接到 其實我們覺得最終的就是 令到那個去貨率是優良的 是 超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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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層的單位 享受優質的景 等級 那麼特色會不會有四分 四分九五 應該沒有 那不是特色會不會有特色會 那個特色會不會有特色會 不如我到時看真 我現在都不會看真 那個債子 我已經放了 總共很清楚 真的不會準備 那麼特色會的話 其實你們不會考慮招標 特色匯应该有条件交交价 招肥华国价钱方面是厚实的 有什么期望? 我连价钱都未来 怎么知道特色匯应该付多少钱? 有什么期望? 市场现在的价钱 我估计他们卖楼大致上都是根据招前的价钱去开赔 之后他们可能需要观察那个反应是如何? 我发现现在都做得很多东西 我想现在主要发展商是看着那个反应 而决定后续应该如何去处理的价格 譬如说那些股票买得不太好 那个成交量是足够的 其实是可以加价的 丁家参考都是什么? 丁家我们就说了 其实我们很近太子站 如果是主教餐那边的经是南九龙的经 也有很多在那边的卖业 我们都会参考的 可以透露一些区分 配甩这些位置? 呃 配甩这些位置? 我们会看一下比较近期的主教餐那些街 丁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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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在今年才都应该会卖楼的朋友 如果是另一个大的项目呢 就 八月街 分了两次的八月街 我们应该是 因为今年全年 多数都是全年 这个是你总比较多久? 应该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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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